您刚才说啊 可以有一样东西 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补心的 养羊的 什么呀 贴过三幅贴吗 贴过三幅贴 三幅贴 对 什么三幅贴 什么三九贴 三九贴 这都贴过 没有贴吗 对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贴一个三九贴 三九贴吧 三九贴 这款用吗 当然了 其实为什么要贴三幅贴和三九贴呢 一年就是一个三幅一个三九 它们是相对的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顺应天时来贴 是让这个通过我们的皮肤 这个穴位 然后让药物经过穴位 来作用于我们的身体 这就是我们随身带的一个 小的一个补养的方法 但陈老师我想多说一句 您看像魏老师刚才提出的要求 让他煮个汤 他都会怕不方便 您说让他去贴这个三九贴 得总去医院 我估计他也会比较排斥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随身自制一个三九贴 随身携带很方便 您就是神仙的 说什么您都能拿得到 这太好了 不 这个真能自制吗 可以的呀 三九贴我总觉得技术含量 那是相当高的 那就是啊 这么压成粉啊 什么弄成热 弄成热 什么的 要自制 咱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呀 对呀 我就自制了一个 我给你们拿来了 拿来了 行行那我去我去我去 您自制了一个 对 但咱说您是专业的 您肯定要比我们 当然了 专业的多 可不 对呀 我们能学会吗 可以 这个 来 是这个吗 对 我看还有一个爱条是吗 对 那我们先讲这个 在三九的时候 我们三幅就是贴 那三九呢 你有两个方法 一是三九揪 一个就是三九贴 那三九的时候 为什么要揪 也是为了氧气 因为揪呢 通过爱草 它也是补氧气的 所以用它揪 我们全身的这种各个穴位 但是爱揪的麻烦就是 您如果演出 您不能揪 对呀 我一般住酒店 揪完了 消防酸 该吃水了 对 而且它还有味儿 所以呢 一般我们就是用三九贴 那三九贴的话 如果您要是贴要高 又麻烦了 对 对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爱揪 就是三九揪和三九贴 结合在一起 我们做一个三九揪贴 也就是说这个三九的揪 不用了 就用一个贴就都可以了 对的 对 但是这贴里面用的是爱揪 爱揪条 这个贴里面呢 它用中药 我们能打开看一下吗 可以的 然后它会发热 它这个发热就相当于爱揪的这种温热原理 然后通过这个爱的这个温热原理 又把中药的药性给渗透进去 这不就达到了三九贴和三九贴结合的目的了吗 而且隔着爱揪把中药它那个热性进去 那人体呢就是作用会更快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我好像是头一次听说的三九揪贴 你看它会发热大概要到这个发热的温度在六十度左右 所以的话如果太烫你还可以把它隔一下 我们先放到这一般人都能耐受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楼器就放的是 中药是吧 怎么自制呢 你就可以找那个暖宝宝 就是那冬天那个暖贴吗 暖贴 对 反正就是你找一个发热贴 现在有很多发热贴 市场上有很多发热贴 那么它这个发热贴 其实它们里头没什么药 它主要就是发热 那我们如果要想加强这个效果 光发热不行 你贴上以后只是发热 起不到爱就效果的 所以我们就要加一个药包进去 好比说你去买了这样一个发热贴 或者暖宝宝啊 它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你就 就中间这一块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这样子的对 那它缺一个药包 所以呢你就可以自己呢 涂一些药在上面 你可以放一个药包 可以用这个五纺布袋装一些中药粉 然后呢 包括那种有的 茶包是不是也行呢 都可以 然后茶包不是你五纺布袋 你放进去药粉之后 它有一个绳子一拉 然后你把这个绳子往这一粘就行了 因为你一撕开它 这里不是有粘心的 粘膏的 对 你把那个线往这一粘 它不就固定了吗 然后贴在身上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根据自己的身体需要 你就配方子 你可以让中医给你开一个药方子 你打成药粉 你想贴什么粉就贴什么粉 就对症下药 对 这个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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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